福建挖出齐天大圣孙悟空墓 专家赶到现场后 瞬间背惊的说不出话 只见墓中立着两块石碑 上面分别刻着齐天大圣铜天大圣 墓室内还摆着一座石猴雕像 可孙悟空不是吴承恩小说中度准的吗 怎么会真的出现孙悟空墓呢 而就在考古队全员沉默之时 另一件超越所有人认知的事情发生了 墓中的石棺内竟然挖出了一根铁棒 中约小百金 上面还刻有如意金箍棒五个名文 经过分析化验发现其材质非常特殊 质地纯净 有着极强的韧性 两段还刻有卷云闻 这不就是神话小说里的定海神针吗 这座墓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吴承恩西游记中所写的都是真的吗 墓中究竟还藏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座墓建造于什么年代 它到底是真实假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共同走进 福建西天大圣孙悟空陆雪之谜 2005年1月份 在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宝山主峰上 两个上山采药的村民在黄昏下山时 不小心在山里晕头转向走了四个多小时 误打误撞找到了一座庙 两个老农健壮心中甚是疑惑 因为他们常年上山采药 却从未见过这栋小庙 更加奇怪的是 这座庙竟是有一整块天然的巨石中开凿出来的 就像一座天然的石窟 两人此时已经是又累又恶 也没有多想 壮着胆子就往庙里走去 然而当他们看到庙中景象后 瞬间被惊出一身冷汗 只见庙中正树立着两块石碑 左边石碑刻着齐天大圣 右边的刻着通天大圣 两人见状面面相去 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 紧接着再扭头 他们看到公安上摆着一尊石猴像 只见他身披红甲 头戴凤士此金冠 随着火光的映射 眼睛还闪烁着耀眼的金光 简直和传说中的齐天大圣一模一样 两人被吓得仓皇逃算 边跑嘴里还边喊着大圣显灵了 等他们跑回村里 就急忙将在山里的所见所闻 告诉了家人 此事一经传出 很快就在村子里人尽皆知 当地文物局下乡巡查队员偶然得知后 对此事非常感兴趣 而等他们翻山越岭里已经千辛万苦 终于见到村民口中的大圣庙时 也是大吃一惊 这座墓位于海拔1305米之上 万象俱备 堪称风水宝地 相较于这些 考古队后续的挖掘 才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福建挖出齐天大圣孙悟空墓 专家赶到现场后 瞬间背惊地说不出话 只见墓中立着两块石碑 上面分别刻着齐天大圣 同天大圣 本以为这是座现代建筑 然而考古人员在清理时 却在石碑上发现了类似如意炫草的名文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队伍里的罗教授将石碑样本 带回了实验室及一行分析 发现这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石灰岩 猴壮灰石 这种石头要经过几一年才能形成 在自然界中也是难得一见 因此墓穴也排除了现代造假的可能 整座墓室宽2.9米深1.3米 就在这时 另一组考古队在墓室中发现了一根铁棒 终约百十来斤 上面还可有如一金箍棒五个古代名文 而且铁棒两段还雕刻着云门装饰 虽然因为年代久远 铁棒已经出现了秀式痕迹 但却依然令专家们兴奋不已 难不成孙悟空真的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吗 为了调查清楚这座古墓的真相 专家翻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 没想到竟然让他们找到了 一条令人震惊的线索 在早于无成二百年前的元末时期 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 撰写的《西游记》杂剧里 有一段源自孙悟空的字牌 小生兄弟子妹五人 大子离山老母二子乌之低 大兄齐天大圣 二弟小生同天大圣 三弟耍耍三郎 由此专家断定 孙悟空是有兄妹 而无成在杜传小说《西游记》时 为刻画齐天大圣的英雄形象 便将孙悟空改成了 集天地之灵气 从石缝里崩出来的侍猴 并且把通天大圣等兄弟姐妹的高超本领 全都集中在了 齐天大圣一人的身上 这点可以从墓中 通天大圣的石碑上证实 那么一问随着而来 通天大圣又是哪位 为什么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人 却能和齐天大圣 共同葬在一个墓室中呢 文史专家据此研究后发现 我们竟然都被吴承恩给骗了 《西游记》版本中 真正大闹天宫被押五指山的 竟不是齐天大圣 福建挖出齐天大圣孙悟空墓 专家赶到现场后 瞬间背惊的说不出话 只见墓中立着两块石碑 上面分别刻着齐天大圣 铜天大圣 墓室内还摆着一座石猴雕像 并且墓中还挖出 一根刻有如意金箍棒的铁棍 这简直和我们所熟知的 齐天大圣一模一样 然而在专家对墓穴和历史文献 调查后发现 我们竟然全都被吴承恩给骗了 因为按照最初一版的西游记中 大闹天宫捣毁 盘逃盛毁 最后被押到五指山下的 那是齐天大圣的二帝通天大圣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孙悟空 但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 孙悟空并非一个完全架空的人物 他在现实中已是有原型的 悟空原名车凤朝 出生于731年 他年轻时初始期 并选择在当地出家 年近六旬才回到了长安 并带回了许多社里书籍 公元790年 唐德宗召见了他 并赐予了他悟空的法号 而许多相关专家考证后认为 车凤朝就是西游记中 花果山美后王孙悟空的原型 关于孙悟空原型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出生自唐朝的石盘陀 石盘陀是唐僧在珍观三年八月 途径刮周时收的大徒弟 但是这位徒弟 并不像西游记中的那般忠心耿耿 甚至曾因担心帮助唐僧偷渡受牵连 想要将唐僧杀害 但索性石盘陀最后没有下手 因担心自己再受到生命威胁 便被唐僧赶走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最多也不过三天 但不管是那种说法 孙悟空的墓也不应该在这里 专家通过这座庙的建造时间推测 这应该是袁莫明初时期的后人所建造的 如今这座大圣庙 已经成了福建著名的旅游景点 很多人都莫名而来 为大圣庙中的兄弟二人上一炷香 虽然孙悟空的这个形象 和我们心中的相差甚远 但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英雄形象 早已成为了我们童年中记忆的一部分 和美国的漫威英雄一样 齐天大圣则是更适合中国人体制的超级英雄 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